側面有角度 就是你把對方的腿翻開 要生怒 我還是稍微有一點 自變的那種情節 所以你如果看著 自己在進行裡面 會跟人家有亢奮 那個是我一定會放音樂 而且音樂一定是要有 他只要快我就快 他只要慢我就慢 神經病 我就是那個 那個音樂家 威武的他只會放 進行節奏的控制 您現在收看的是 傳播地頻道 我好像身邊有一些朋友 真的有反應過說 比較容易戴起來很緊繃 不會穿褲 但我是沒有見過 我朋友的尺寸的時候 不知道 就像我家大阪的 像我就是要戴什麼家大阪的 沒錯 因為它其實也是日本的產品 你知道日本就 畢竟跟國外比較不一樣 這樣怎麼好像有損日本 不會 但是因為你的確 在國外買的 套套的尺寸會大很多啊 對啦 它會有很多不同的尺寸 歐買這邊反而會比較大嘛 對 那你是隨身會攜帶套套的人嗎 以前會耶 可是現在還好 你現在有固定性伴侶 對我現在有固定性伴侶 如果沒有固定性伴侶的人 要隨身攜帶套套喔 我還是要偶爾來衛教一下 好 有啦以前會在錢包裡放個幾片這樣子 幾片 對 大概兩片吧 因為有時候會破掉啊 對 難說 對啊 你起碼要兩片啊 不能一片 不然會很危險 我有這個夢想很久 我一直覺得這個單元 就是要讓來賓 穿成這樣子做菜 其實我家也有一個 猛男的圍兜兜 我知道那種國外有印刷石雕像 然後有雞雞的那種 但是蠻不實用的 就是平常我培上做菜 真的也不會穿這些東西 我懂 我去義大利的時候也是有想要買 他想說 脫這一斤 好的 那我們要 沒有毛有沒有毛的好看 然後有毛 有毛的性感 那炸開 就有點驚人 對 炸開真的就是 No不好看 因為每個人毛量不一樣 有可能就是那種打開 就 一整蟲的那個就會有點驚開 就是我如果看到我大概夾的時候 這邊有點爆開的時候 就會 我就會稍微去熟 就會熟 那就是個警訊 類似像鼻毛跑出鼻孔這樣子 對 而且我覺得我是毛量 這樣腎臟很快 就我鬍子每天都一定要刮 我沒有這個困擾耶 大概幾天刮一次 一個禮拜 這麼好 因為我就是只有一點點鬍子 我真的是每天一定要刮 不然就整個會爆 可是我蠻羨慕有鬍子的人 對 可是我如果留的話 我是可以留成直接 對啊 就很好看啊 對 比較少人是可以這樣 留成一線的 可是我之前有留過 連這裡跟這裡對不對 就 這邊也可以啦 我覺得很好看啊 可是我們 工作的關係不行 對不行 我之前有稍微留一下 然後就被講話 對 希望你可以把長毛的這個能力 轉移給我 多需要 那種比較胖的人啊 這個下巴的線條不明顯 要是我有鬍子 我整個有落在 我就會瘦很多的感覺 沒有要減肥的意思 只想要一些投機取巧的方法 那減肥你就可以多吃一道 我們今天做的這個 涼拌苦瓜 最好把它當主食 真的啊 我四處很愛走下手 四處就說 我現在就是要講清楚啊 你為什麼現在翻臉就走人呢 你為什麼要走人呢 你知道你這樣很不禮貌嗎 你到底有什麼不愉快 你就說出來 你就說啊 那你就生氣對不對 對 不行 我真的 或者是要掛電話說 你不准掛電話 就是要現在講到清楚啊 然後你掛斷他 他就會再打過去 沒有我當下是騎著車 然後我記得我想要 就是載他回家 然後還跟他說 今天我們就 就不要去 就不要到我家好了 然後現在我們去吃飯 然後在你回家 然後他就是 他就是在後面大小聲 他說就是不行 他說就是說 你為什麼要這麼的 就是 你很任性 製作組裝 製作組裝 對 就是你說了算嗎 我的一些不是意見嗎 對 他有他自己的一個思考邏輯 就像我跟我前男友 吵架也是一樣 我就是會 死不讓他掛電話 他掛斷然後我就會再打電話過去 我就是逼他講清楚 逼他就是講到不生氣為止之類的 我沒有放過他的意思 這樣太逼迫了 我小時候會這樣 現在很少跟人家吵架 所以我不曉得 不過你們現在應該還好 之前遇到那個是太年輕了 相信他經過 經過一些洗禮應該是OK的 但我要說就是 願意跟你吵得總比那種生悶氣的 對啊 冷戰真的是最不行 因為你根本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無從解決起超麻煩的 我年輕的時候也會忍戰 可是現在真的不會 就頂多是一天 然後就再把他的話講開 就說好 給我一天的時間 冷靜一下 對 一天之後24小時之後 一定會跟你聯絡 這真的蠻粗的 我抓一下 欸這個 粗有不到10 就是8 8到9 你這麼會量 我前幾天還把我烏龜量過 所以我大概知道這個直徑 看到這老鷹鷹我會嚇死欸 網路上有一些影片推論上看得到 然後我就想 這個也是那個吧 什麼 放得進人體嗎 什麼鋼果那一類的吧 才可以吧 對 然後再咬給他滴個水 用力的咬 所以等會你就要立刻再加糖了 還沒啊 還沒啊 把它先出水 對 把它滴出水 所以這個下面的盒子是會 把水滴掉的對不對 可以啊 等一下會有第二道 然後直接扛起來 水就滴掉了 好方便的工具喔 就蠻好撲的吧 欸怎麼沒成功 算了 好到沒講 不會啊 但這顆有成功啊 對啊就是 可能搖的方向或幹嘛 對 我上次搖很成功欸 可能我今天跳的這個 很緊 對我都跳緊的 對 我上次那些是琴就有出開 怎樣 琴弯還不錯吧 可以我覺得你很厲害 上次我又沒有來 我剛確診完多久 那我不想邀請來賓 所以我就自己買一本寫真 人量突兀的寫真 然後我就做開箱 但那個 你看畫面也不能給別人看 對 因為那個就是超限自己 我只能就是 用盡我各種中文的詞彙 來形 描述 描述 對 他把食物放到這個掏客的面前 類似這種的啦 有喔最近不是來看你 做那個一個韓國明星的 喔對對對 欸我真的蠻喜歡他 因為真的他不是 一般人眼中的帥哥 老實說不是吧 不是可是 他就是看著看著 會有一種很獨特的魅力跑出來 你就知道 這種人就是耐看型 看著 對突然就有那種感覺 其實他的鼻子長得很漂亮 嘴巴長得很漂亮 就是眼跟眉不是普通的大眾款 對你如果走在路上 你真的不會多看一點 對 但是他就是這部戲就是莫名的有魅力 因為他戲裡面真的不講話欸 你有追那部戲嗎 我沒有看那部戲 但是我有看你這一次 就覺得這個男生真的是越看越帥 你有空可以看一下 你會有另外一個層次的喜歡 你是個會亂買東西的人嗎 比方說買什麼 比方說 我去台南玩 然後去Outlet Mall逛 然後我就莫名其妙買了 小椅子對不對 對 剛才一見門我就想說這怎麼做人 他真的做得像嗎 可以 他可以做80公斤的人 但你知道我為什麼買嗎 原因 對啊為什麼 你猜一下 蛤 你從看外觀可以看得出來 他像什麼嗎 他跟我家的沙發配色一模一樣 喔那個藍色 我是藍布然後紅鋼骨 他是藍鋼骨紅布 有沒有算亂買東西 沒有 但是我平常還好 我不會買什麼 特別亂買什麼東西 真的嗎 嗯 但最近有在買一些 房子啊 沒有啊 真的在買一些房子啊 買一些車位啊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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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是買一些小家具啊 因為我的 我家四樓剛整修好了 喔我有看你在組裝椅子 對對對對對 我很喜歡那個椅子 那個椅子才 兩個才1200 可是那個質感就是 我覺得很棒 很好耶 我也是喜歡那種 漂漂亮亮的家具 不是要那種很舒服 很淡很貴的那種 我覺得是要把對方360度大翻轉 所以你要正面 正面背面櫃子啊 然後 我剛才講的那三個 還可以再開發各種不同的角度 但是你說正面背面 跟櫃子啊 櫃子 還有什麼角度 側面然後 對側面也有角度啊 就是你把對方的腿扳開 我知道 會比較深入啊 會不會太細了 不會不會 我小時候遇過這樣的人 然後我就覺得 哇喔 你不會疼喔 不會啊 因為會一直換知識的人 他通常都可以做很久 他才有辦法一直換 就是我會有 Round 1 方圖 人家在打那個 類台賽 要Round幾 你總共會幾Round 而且我有一個很奇怪的特殊癖 就是 第一個是要有鏡子 我覺得看 我就要有鏡子 我還是稍微有點 稍微有點自戀的那種情節 所以你如果看著 自己在鏡子裡面 我會 會跟人家有亢奮 然後 天花板有鏡子呢也可以 也可以啊 然後第二個是我一定 我一定會放音樂 而且音樂一定是要有 節奏感的 BOOTS 對 我就會跟著那個節奏感跟 他只要快我都快 他只要慢我就慢 神經病 我就是那個音樂家 然後 我會 揮舞的鼓棒 指揮棒 揮舞的他的指揮棒 進行節奏的控制 好的 解鎖這個問題真是蠻妙的 如果您喜歡這個影片 喜歡這個影片 喜歡這個影片 喜歡和分享 會記得訂閱 後段